新能源汽车市场又起波澜 围棋世界冠军柯杰因不满问界M9价格宣布停更动态 在华为冬季全场景发布会上 问界M9正式上市 新车售价高达46.98万至56.98万元 面对这一价格 围棋世界冠军柯杰直言太贵买不起 柯杰的言论引发网友热议 不少人认为他言辞傲慢 而柯杰也宣布停止在B站发动态 这一事件也引发了对于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广泛讨论 随着新能源汽车技术的发展 一些国产品牌开始向高端市场进军 推出售价昂贵的车型 问界M9作为华为与赛利斯联合推出的旗舰SUV 预售价格达到了50至60万元 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豪车定价标准 这款车型的设计和功能都是其高价位的重要支撑 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激烈 品牌需要关注市场需求和消费者心理 对于消费者来说 选择适合自己的车型才是最重要的